看看新闻网 这以前很早以前我就说我要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养一条大狗 像我小时候我家里有一个水池还有那个就太湖石什么的 经常还小时候骑在那个上面就很高兴 就你觉得如果只是住在公寓那种钢筋水泥的感觉 我觉得不温馨还是要接点地气 韩雪你口中这种带院子接地气的房子 在普罗大众的眼中 更是一辈子都值得远远观望的奢华宫殿啊 据了解韩雪被曝光的这栋奢华别墅 位于昆山殿山湖畔时代玉湖内 是昆山区出了名的高档别墅群 每栋别墅平均占地三亩左右 售价均在千万元一升 而韩雪购入的这套价值则高达3.5亿啊 7月1号韩雪就将新剧淑女之家的发布会场 设置在了这栋别墅的后花园里 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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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的造品 奢华的健身泳池 一字排开的遮阳散和舒适的躺椅 在这个占地5000平的房子面前 李连杰城楼什么的豪宅瞬间弱爆了 一直听说韩雪有一个3.5亿的豪宅 今天真的来看到这里 发现没想到这里这么漂亮 那个时候就在那个网页上有看到说3.5亿嘛 然后确实到了这里我们感觉太豪华了 然后外面据说还有什么游艇码头啊什么 这个市值真的太太惊人了 3.5亿 大家一会可以到草坪后面去看一下 整个后面就是电珊瑚 完全就是一个庄园的感觉 湖外邀请必一波风波无限 屋内淘瓷古董精致奢华 所以原来拍戏的时候 很小心 也许打一个杯子就很贵 叶冬老师做的那个美人套 我不知道您知道多少钱 30万 我们还有真的老爷车全是古董车 都很贵 舍不得开出来 平常可能都不开 放那看 好大的口气 这还是那个整天吵着 让富文配开门的路斯林老婆雪姨 在寒雪面前 雪姨不禁没有了往日的气势凌人的架势 反而娇吓得低下头细声细的赞美青眼前这栋天家别墅 看来这回咱们的雪姨确实被这奢华的住宅给震住了 这个是我拍的第二部所谓大门大户的戏 第一部就是一个刚刚上演的小时代也是这样的一个大门大户 这是我第二次拍摄有那么豪华的一个场景实景拍摄的一个剧 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很有气派 韩老师绝对是白富美的因为我粉了他八年了 的确能租进这样房子的韩雪的经济实力一定不容小觑 从2000年因为选秀正式出道至今 韩雪一共发行了三张唱片 参与过四部电影以及十二部电视剧的演出 每每有新作品问世一致好评如潮啊 势头猛进的她近年来更是广告代言邀约不断啊 如此看来现一代的西京女王非她莫属了 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 那个不是我家的那个状态 那个肯定不是我家 我一定会把我家藏得特别好 不会让你们拍到的 韩雪的一句不是我家 在揭露了真相的同时 也粉碎了不少前来看的房子人的好奇心 而要知道照片中那些奢华唯美的场景 并不是在同一个别墅取景时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破碎了异乡的豪宅梦啊 客厅 廊盗 外观 餐厅是拼起来的 因为一个房子你别说三点五个亿里 五个亿里都未必能拼出一个这么大豪宅的感觉 而且就是其实那个房子是跟我家的装修风格特别像 才选的那儿 自己的家设比较还大 肯定没这儿大 也是别墅吧 但是就还是有点差距了 差不多差不多 娱乐星天地 范林熙空欢喜场报道